一人张善为,2013年因为血块压迫脊椎,让他下半身瘫痪,为不让大家担心,他选择神隐,也仅有少数亲友能够探望他。他之前曾与王仁甫共同主持娱乐新闻节目长达四年,两人也因此成为超级麻吉。 此前,王仁甫在脸书上放上两人过去的工作照,原来是因为他梦到张善为,让他更想念老友,感性地说,张善为,我真的想你。 王仁甫与张善为两人过去主持娱乐新闻节目时相互斗嘴,默契十足,但2013年时,张善为因血块压迫到脊椎神经,紧急开刀后,虽然控制住病情,但却造成下半身瘫痪,他近年则从荧光幕前神隐,专心复健,情况已逐渐好转。 或许是因为太想念昔日的好搭档,王仁甫透露自己梦到张善为,醒来后回想梦境,他依稀记的内容,看着他,躺在病床上,露出了我好久没看到的笑容,他走过来欢迎我,跟他拥抱了好一会,跟他小聊了一下,又拥抱,又小聊,重复了好几次。 二位问我,你饿不饿呀?要抱几次,忘记我说了什么?只记得两人说完就一直大笑,因为梦境太过真实,让他忍不住感性地说,梦中的他,可以站了,也笑了。现在的他还好吗?张善为,我真的想你。 也为张善为,加油打气,希望自己的梦,是真的能实现。 粉丝们看到纷纷表示好怀念你们,一起主持的日子,更有众多网友留言为张善为加油,期待,有一天能再次看到你们,一起主持。 张善为,台湾知名节目主持人及歌手,毕业于淡江大学,视听教育传播系,喜欢户外运动,高空弹跳,潜水,冲浪等。 主持部分综艺节目,包括《快乐星期天》和TV搜查线,《娱乐新闻》,《完全娱乐》,并还有其他的综艺节目的参与。 2011年参加可米影视的《蒙学员》系列,这是一位大气晚成的艺人。 早在15岁的时候,张善为就因为拍摄广告而进入娱乐圈,并在2000年2月发行一批专辑《Ding Me Fire》。 可这之后,张善为始终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直到25岁那年参演连续剧《麻辣先师》,他才迎来事业转机。 这部翻拍自日本《麻辣教师》GTO的剧集捧红了潘伟博,也见证了严成旭与朱孝天在《平界》《流星花园》《大红之前》的青涩演出。 张善为虽然在剧中只是一个配角,却还是幸运地凭借《蝌蚪》这个角色混了一个脸书。 随后几年,张善为不仅由最初主持儿童节目的黑皮哥哥,慢慢变成百善瞎为先、悠悠心乐园、电子情人等当红综艺的主持人,还陆续推出了三张质量上乘的音乐专辑。 此时的他,虽然不算是业界巨星,却绝对属于演艺圈当中混得不错的一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间力量。 2005年,张善为发行专辑,六个月后,那年夏天,《记忆的味道》就是来自这张专辑。 听众们第一次听到《记忆的味道》,下意识地会想起陈奕迅唱的《你的背包》。 两首歌都有一个关键的爱情道具,《记忆的味道》是旧外套。 《你的背包》是旧背包。 歌中的主角也好像都走不出旧感情,一个会随手拿上他送的旧外套,而另一个人则是每天上班都带着他的旧背包。 之前,张善为在过年复日休假的时候,碰巧看见了电视上播出的《森山植太郎》的Score MV,马上就被这首歌打动。 一回国就马上问制作人陈秀南老师,他第二张专辑可不可以翻唱《森山植太郎》的这首歌。 经过讨论,众人一致赞同。 这对于在唱歌之路上一向勇往直前,权力以赴的张善为来说,是在适合不过的选择。 最后,张善为以他诚恳真切的亲和力,诠释了《真下的樱花》这首歌, 让听歌的人不由地感染了魔力,从他身上得到了往前飞奔的勇气与寻梦的力量。 张善为虽然一再强调他从小就很爱唱歌,可毕竟他的主持风格强烈,而且收拾很好。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张善为只是玩票出唱片。 可是,从他上一张专辑出版以来,张善为不但取得经纪公司的谅解, 在有限时间内尽力配合唱片宣传,更从第二张专辑开始及参与选歌的漫长前制作业, 从前后至少二百多首的歌中选出这些最终曲目,首首都是张善为真心推荐的好歌, 对他来说每一首都是真心诚意的主打歌。 自此,张善为终于圆了从小的心愿,正是踏入歌唱圈成为一个正牌歌手。 这段时间以来,张善为的歌声征服了很多听众。 此外,他还客串了首部八点钟式连续剧《爱情风暴之美丽九十九》, 扮演痴情绝对,无怨无悔地照耀一脚。 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细分不多,但是却引起广大观众的好评, 大家纷纷要求剧方给他加戏。 煞时间,张善为在唱歌、主持、演戏方面都全力以赴,人气超旺, 还因此创下了台湾同一时间内跨足领域最广,每日曝光率最高的记录。 最常从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点, 从儿童节目主持,到娱乐新闻主持,到八点当连续剧,到TV搜查线, 都有他的身影出现。 而且,这还不包括各节目的重播时间以及,麻辣鲜尸,麻辣高笑声的重播。 而在忙碌的演艺工作中,张善为最爱的唱歌事业一直没有间断, 他总是四处奔波,对练唱,写歌,录音,练舞统统不马虎。 可以说,每一样工作,张善为都是卯足了劲在努力着,学习着,付出着。 如果演艺圈举办铁人竞赛,张善为绝对能荣登榜首。 除了发展音乐事业外,张善为还不断地接戏,同时又接了外景节目。 2013年疑似是工作量太大,常想吐,全身无力,拍完戏就到医院打点滴,做过检查,却查不出病因。 原本他以为自己只是感冒,怕耽误工作进度,靠吃药硬撑,经纪公司和剧组都被蒙在鼓里。 就这样,他忍了两个礼拜,直到某日起床,发现腿部没知觉,才惊觉事态严重。 由家人紧急送医,且,入院时,还一度未抽搐,几乎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体内有血块,压迫了脊椎神经,必须入院开刀。 术后他的下半身呈现瘫痪状态,需要长期卧床,情况相当糟糕。 当时,张善为透过个人社交账号,分享了自己的病情。 他说,从来不知道,动一根指头那么难,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只能躺着。 无力做任何平常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让他又惊又无助。 网友们看到发文后,心痛不已,纷纷流言为他打气,备受鼓舞的张善为。 再次发文,感谢大家的祝福,并承诺,会好起来。 张善为在家静养期间也没闲着,很努力复健也很关心外界动态。 偶尔会看看电视,助理阿药曾透露他最密切注意的话题是,有谁关心他,询问他的近况。 这些年来,外界对张善为的病情十分关心,昔日圈中好友潘伟博,李国义等人不时会发文弹吉他,但大家无一例外都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善为断绝与圈中人联系,甚至连电话都换了。 张善为前经纪人黄玉生也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与祝福。 留言称,我们都很想你,我知道你要我们忘了你,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就在那里。 知名造型师李明川也曾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文,翻出2004年担任张善为,潘伟博新加坡演唱会造型师的相关报道。 文中更标注张善为账号,隔空向对方喊话,你好吗? 虽然,仅短短三个字,却仍勾起许多人心中的想念之情。 随后,女星矿明节也在底下留言透露,我多年前多次打电话给他都没有人接,希望他能平安顺利,加油。 李明川也说,对,他都不接。 显然张善为与外界仍是失联状态,但不少人还是挂念,关心着他。 网友还纷纷向其喊话,想念很有才华的黑皮哥,好担心他,不晓得他过得好不好。 他的消息在2017年就中断了,好想知道他近况,希望他安好。 张善为对外锻炼多年,演艺圈中许多好友也都只能请他的助理阿耀代为传话。 曾和他共识近二年的郭铁人过去曾指出,张善为相当保护个人隐私,而且非常注重个人形象,他的助理则透露。 他虽然还需要坐轮椅,但脚踝和脚掌已经可以弯曲,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复原速度缓慢,有时仍需要家人协助才能上厕所。 但他努力,凭着意志力撑过来,目前状况越来越好,也已出院返家休养,定期会到台大附件。 张善为以前总给人活泼开朗,阳光健康的形象,如今变成这样,他不想再见人,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论如何,祝福他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早日战胜病魔,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